台南市的登革熱疫情趨緩 不過腸病毒卻跟著拉警報 機關署10號公佈上週腸病毒 門急診就醫人次達到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創下2011年到現在五年以來同期新高 目前社區流行的腸病毒型別 仍然以克殺期A16型為主 但今年九月起 監測到四例亦導致重症的腸病毒 七十一型病毒 其中三例在宜蘭 一例在中部 雖然是零星輕症病例 但由於腸病毒七十一型 已經三年沒有造成大流行 機關署呼籲民眾不可掉以輕心 這三個小朋友年紀大概從 兩歲到四歲左右 那他們的共通症狀都是有發燒嘴破 那另外有一個小朋友合併有出疹的一個症狀 腸病毒七十一型還是有比較高的機會 容易導致這個嚴重的併發症 腸病毒容易在公共場所傳播 因此機關署強調 家長和托育機構需隨時留意 嬰幼兒及學童衛生 若是正確勤洗手 一旦幼童出現發燒 嗜睡或意識不清等症狀 應該盡速就醫 記者請顧黨給台北市採訪報導 採訪放